其實一開始我還蠻佩服他的勇氣 比起千物萬物 但我們討論到的張善政 他還是嘗試想要去說些什麼 解釋些什麼 只是他傲慢的心態 再加上健烈欣喜 真的很想打擊林志堅 所以就開始樓歪 所以說這個記者會 基本上不能怪大家討論他 是你自己要表現出一副高高在上的 那接下來那這種道歉 太廉價 林可也不要道歉 為什麼 他的道歉 還有彈書 他的道歉 基本上還要指責其他人 簡單講 這個道歉是說 我也是被害人 我也是被霸凌的人 開玩笑 霸凌別人 道歉完了之後 還說我也是受害者 那這種道歉就不要了 但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為什麼這是一個核災級的 公關危機處理最糟的典範 因為同時惹惱兩種人 第一種真的是學霸的人 非常生氣 不要在我面前談這種雕蟲小技 我舉幾個例子 我們最熟悉的汪浩大哥 直接說啊 你不是說自己很厲害嗎 那麼用高規格來解釋你的博士論文 那應該很合理吧 你瞧不起林志堅 林志堅基本上已經付出代價 他不選了嘛 所以說你北一旅沒考上師大 但是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來解釋你吧 第二個學霸叫招明輝 招明輝就講說啊 欣欣那題啊 只比台大在學術上排名多一名嘛 一個是一九一一個是一九二 好厲害嗎 這第二個 第三個 馮賢賢 我最尊重的前輩 馮賢賢有多厲害 一樣北一女 一樣台大外文系喔 他是當年聯考社會組榜首啊 這算是學霸 結果他就反映說學妹啊 那如果你有這種心態講話的話 那是不是台大跟北一女在教育人格品格的部分 是不是出現什麼問題啊 我們當初不是這個樣子的啊 簡單講要對社會有貢獻嘛 簡單講我剛才說的 就像換哥說的 原來他們人生最高的解鎖 是在放把那一刹那 其他呢就開始邊際效用遞減 這是呢 我必須要補充的部分 那我說低端得罪的學霸 另一端得罪什麼 其他被他歧視瞧不起人 包含在下我 為什麼 因為認識我都知道 我高中念世間 然後呢重考呢 大學來念呢 全世界男生都想要把我打死的學校 為什麼 我是名傳大學男生第二屆 男女比例比淡江法文系還懸殊啦 那麼周遭所有朋友 半功半讀的啦 念夜間布的啦 大器晚成啦 通通覺得你憑什麼 把我們通通都可以比下去 最重要的事情是 事件的當真 本身中華大學師生炸鍋啊 如果你昨天到中華大學的網站上面去留 你會發現 這留言基本上都非常有趣 第一個 要來朝聖啦 找個瞧不起自己的來演講 這學校真的很勵志啦 大推 中華大學還有學生想去聽他的演講嗎 我看到另外一則油脂沒結下來 日間布的去罰站啦 夜間布的去跪的聽教訓啦 夜間布的不能去日間布看著辦 所以中華大學很多人基本上就說 你憑什麼 政治是你們的事情 你把我們師生 我們念了六年 有人從大學碩士一路起來 一條龍都是念中華大學的嘛 你憑什麼把我們通通都罵進去 最後要說的地方是啊 什麼叫精英的傲慢呢 柯文哲啊跟高韓都是一樣 什麼意思呢 他錯把人聲解鎖那一剎那 其實柯文哲自己也重考三次嘛 柯文哲如果人設倒過來說啊 我為了獲得學術最高的殿堂 我百折不撓 柯文哲形象就不一樣 就算是考三次那又如何 可柯文哲不是這樣子哦 哇我157咧 我的話 動不動呢 基本上拿這個來縮嘴教訓人 他們的錯誤是什麼呢 以為高學歷就等於高品德啦 以為高學歷就等於選票跟能力啦 以為高學歷就代表自己都不會犯錯 所以柯文哲基本上跳出來幫他說呢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一定要拿這張圖表給大家做說明 柯文哲今天一定會很失望 這是林鶴明發的文 上面說什麼呢 高鴻安那個被 那個打敗林襄的女人 林襄是誰 林襄啊 一定要為他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樂天的啦啦隊女神 今天呢 搜尋排名第一的是高鴻安 這就是柯文哲昨天說的 欸 影蛇書洞啦 高鴻安是一級戰將 會被啊 出來啊 會把那些綠營的人啊 圍奸到底啊 結果呢 柯文哲你搞清楚啊 高鴻安也解鎖人生成就 高鴻安的搜尋度 已經比林襄來得高 林襄是什麼人 我剛才說過樂天隊的 現在的啦啦隊女神許大哥一直在偷笑 因為他是棒球主播嘛 第三個是墨西哥地震啊 所以說呢 欸 這個討論度燒起來 誰造成的 那最後我要說的結論在哪裡啊 其實大家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你的態度 你願意開記者會 這就是一種態度嘛 但是解釋完了 大家可以呢 理性討論的時候 你偏偏呢 要露出那種呢 啊 我就是學霸嘛 你們這些人都不行啦 除非呢你學歷跟我一樣 才有資格跟我討論這一題啦 你憑什麼做這樣的歸納 你憑什麼露出這種傲慢的想法 最後要說 高鴻安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人生勝利主嘛 會讀書 基本上呢 也到洪海去工作 但是呢 今天最有趣的地方是 第一點 中華大學情緒演講 現在你陷入兩難喔 要不要去 他們考慮說延後或者是取消 當然嘛 你陷入兩難嘛 其實正常的應該要從哪裡到 從哪裡站起來 不是 我覺得他去那裡有點危險 因為我可能可以虛擬啊 虛啦 虛聲啦 然後或是什麼的 用他們方式表達說 你說不到話 不能說哭哭 而且他哭也不是針對這件事情嘛 而且他道歉 他說我針對我的委屈什麼 所以我當時情緒比較多 用不精準的字言跟大家道歉 連個鞠躬都沒有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他去演講的題目叫做 城市治理 高鴻安 你是哪一個專業 跟哪一個政治歷練 告訴大家 我有這樣的條件 給他跟你分享 城市治理 我跟他說他運氣很好 或是他的確努力過 那是在你在鴻海的事業 但是呢 跟你在政治上跟政壇上 根本不能畫成等號嘛 就這兩年當不分區 以前的高鴻安 只是因為郭董要選總統 所以說有機會來節目露臉 因為懂大數據 所以講的民調 那我再問高鴻安 在這之前的你跟政治有什麼關係 你有當過政治幕僚嗎 你曾經在立法院工作過嗎 你曾經制定過法案嗎 你曾經寫過質詢稿 都沒有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符合陳教授所說的 因為講到政治的時候 他忽然心虛 忽然矮著一截 然後呢 忽然講到抄襲的時候 就顯露那個本性 那個本性什麼 截我是學霸啦 結果被一堆打臉 然後呢 他被他歧視了 今天網路還繼續燒 他為什麼要出來接受訪問 他為什麼要道歉 其實這跟柯文哲的態度很像 什麼意思呢 網路流量評價不好嘛 這個是大商嘛 所以有條件的給大家一個交代 但是道歉道歉半套 解釋解釋不清楚 但是我認為高鴻安 其實你要做真的只有兩件事情 誠懇道歉 然後想辦法把議題重新回待 論文抄襲的真意上 你都願意開記者會了嗎 誰造成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燒得這麼大 為什麼共鳴度 大家都會覺得說 火一把火在燒 這邊我們整理出來 各界的這個精英領袖 包括這個是台大電機 教授李宗憲 他說什麼 不是他是台大電機 他現在是陳大的教授 他說念夜間部 其實是很令人尊敬的 跟喜學歷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是認真在讀書 然後呢 律師呂秋元 他就是他念夜間部的 他說我念夜間部 我驕傲 那一段日子呢 我非常自豪 因為我很認真的在讀書 獲取這樣的一個 這個生命的歷練 醫師林靖怡也是立委 他說自以為優等 先入為主 如何要替廣大市井小民 來做事情呢 包括黃珊珊 他不是民眾黨的嗎 黃珊珊不是 柯文哲很好嗎 黃珊珊說什麼 我是台大大氣系 轉法律系的 我也不會覺得說 自己有多麼厲害 或者是不厲害 他沒有要跟風這件事情 來問我的話 要小心謹慎的說 來但是董老師是這樣 我覺得民眾黨 柯文哲 他們有一貫的套路 去賣了 賣了 賣了他說什麼 這個典型的就是一條龍 早上六點 因為他說那個禁週刊 是六點鐘把這些相關的新聞 丟出來之後 八點網路的一四五零就上了 那再來就是十點半的記者會之後 所以他要警告民進黨 不要用名嘴跟網軍治國 這樣遲早會有報應的 他都不是檢討自己 都是在檢討別人